水瓶座的朋友,无论是太阳或上升,在这个相遇座身月的影响之下,你们的自身运势是农历二月会怎样呢? OK,会孤独,但是这个孤独不是别人特意去安给你的,不是别人特意去针对你,去孤立你,而是你们自己拿来的,为什么呢? 不过也不要觉得我现在在踩着你们,笑着你们,因为你自己拿来的,不是的,我觉得你们挺享受这种孤独,不然之间我现在才想起,其实呢,你们要去孤独这回事,好好去学会孤独,其实正正就是我在上个再上个礼拜日做那个Live,那个202012星座开运比较, 其实我有说的,我都说你们今年应该享受孤独,OK,那现在就好了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长城你们去听那个Live,去我Facebook,或者YouTube那里找,IG就应该,IG就应该,IG就应该没留底了,OK,那言歸正传,你们享受孤独,是你们自己拿来的,为什么呢? 讲多次,不是人家心对你们,只不过是你们觉得,呃,原来自己一个活得更快乐,是吧? 有一个,就是香港那个独男那个,hashtag的什么,原来自己一个也很开心,就是那些朋友,OK, 还有呢,最重要是你们觉得,四只,四只大字,自给自足,是吧? 你们觉得,呃,我自己一个都足够的了,好像自己其实住在荒岛,你们都不会,不会觉得很落幕的,是吧?OK,那所以,呃, 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态,那所以呢,其实你们现在是,呃,就是会有一些处之泰然,是吧?是,安于,呃,就是你们是,是落于,落于,现在这样,是吧? 是的,OK,那,就是,哎呃,我不知道中文那个叫什么,忽然之间想不到那个字,是吧? 是的,乐得清闲,类似乐得清闲,是的,乐得清闲,是的,自己一个人乐得自在,是的,那这个是,呃, 你们这个农历二月会经历的一些,嗯,感受来的,OK,那所以,如果你说,哎,我们,我们,你最后都是不甘寂寞的,那你,呃,就是, 尽情去reach out,是的,去找一些朋友,他们会接受你的,OK,是的,就不是说,因为他们讨厌你,所以你这个月才很孤独,是的, 是的,那但是,呃,就是提醒,你们,你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历程,是的,但是, 真的看回今年那个2020的开玩秘笔,其实,你们是在走一个正确的道路,的,OK,是的,那,就,嗯,是的, 好好去enjoy一下这个solitude,是的,OK,那,就,嗯,因为,就是,要,大家要去学会这个difference,就是, 就是说, alone,但是不是lonely,是的,雖然两个字都有个lone在里面,但是, ,第一个字的字眼中,第一个字眼中,嗯,就是,自己独处,并不一定是孤独,是的, 嗯,嗯,所以,嗯,嗯,你们只要在这个情绪之间是拿捏得好的话, 那,其实,这个农力2月都没有什么特别东西是需要去,嗯,去担心的了, 谢谢大家